从武汉旅游回来有一段时间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当时在武汉看到的街头景象 真的不看不知道 你看吓一跳 去过上海 去过广州 也去过武汉 说实话差异挺大的 一目了然 这边的是之前的在下洞雨和大雪之后的一个街头景象 长雪的速度非常快的啊 看到没有 然后马路上的车是可以正常行走的 路两边行人也可以正常行走 然后可以看到 当时那个洞雨还挺大的 树上面都结了双 感觉这个树啊都已经承受不住重量了 之前的听说那个树上面有好多都倒了 那带大家看一看当时的一个景象吧 这也是之前的有幸去过武汉的 然后正好那段时间的因为高铁啊 然后就是说晚点嘛 然后回来比较晚 所以就在武汉呢 顺便也过了个年 带大家看一看武汉这边的一个情况吧 就说很多都没来过吗 这边是武汉的非常有名的一条啊 那个 那个街道是汉政街做主要做服装批发的 大人的小孩都有啊 扑上朋友们来过没有 然后这路上面非常的干净整洁啊 这个雪真的是敞的速度特别快 看到没有 这里有汽车过来的是畅通无阻的 汽车引擎盖上面的那个雪都没有化掉 路两边的雪都已经把它敞干净了 然后感觉广州啊 深圳啊 上海啊 这些地方啊 还有武汉的都来过 第一个印象就是这边的租租房子啊 真的好便宜 特别便宜 这也是武汉的市中心内华的 房租才很便宜 一千多一点点 你去北上广深那边 内华那里没有个四五千 没有个三五千 你根本住不了房子的 看到没有 那场洞雨还是很厉害的 把这个树枝都给他压断了 这地上的树枝都已经掉到地上了 看到没有 当时不知道有没有人受伤什么之类的 还是挺危险的 所以说以后一定要预防的 像这种极端天气 这个树枝都压分叉了 看到没有 树枝该断了 但该倒的倒 而且这都是粘树啊 冬天的树叶他也不会掉 看到没有 所以呢 就了洞雨结冰了之后把树枝都压断了 还有武汉给我的印象 它是防华程度非常高 这边的马路是真的非常宽啊 然后前面的高楼大厦也非常多 说实话 去过北京上海 深圳广州之后啊 给我的印象就是那边也很多高楼 但是武汉的完全不输那边啊 虽然武汉的它不是 那个特大城市吧 但是武汉给我的印象就是这边的发展真的好 随随随地有地铁 我在这边坐地铁了 很多都说武汉地铁的盈利啊 主要是因为票价太高了 说实话 那票叫高算什么 真的不高 六块钱可以跑好远的 给过江呢 在别的城市基本上是很难实现的 除了重庆那边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树枝也是压断的啊 之前那场雪真的是 它不是很冷 但是呢 会给 自然环境啊 周边的一些建筑物啊 带来一些 不可利的一个伤害 好多车子的老板呢 就是他们在这边做生意的嘛 车都不怎么开了 这还是一辆新人员车 然后这边也是一辆新人员车 当时这场雪让好多新人员车主啊 都趴窝了 一个是不敢出门开空调 第二个是不敢跑太远的路 因为续航里程会大的折扣 而且充电的时间会特别的长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边的树啊 这边的也是树 然后看一下这边的车都停在这里在 那个雪堆啊 都堆起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是什么情况 这是一辆网约车 正常在马路上跑啊 然后给我一个印象最深的是 我在武汉叫车啊 说实话还比出租车还便宜 别的城市网约车比输车都贵 而且这边的输车呢 说实话 价格了 甚至呢 很低 虽然起步是10块钱 但是呢 它的计价总感觉很慢 就是 别的城市的计价非常快 一块一块的跳 在武汉这边几毛几毛的跳 几分几分的跳 真的是惊到我了 反正 可能是我没有仔细观察吧 就是感觉这边东西都很便宜 它既有北上广深的繁华 这么多高楼大厦 又没有北上广深的繁华 广深那么大的啊 住房压力 武汉这边的这边的市中性的房价也就一万三左右 新房的话 可能就一万五六 相比北上广深那边的动不动大几万的房价真的是更适合生存一点 难怪这么多人呢 涌入湖北五号 然后来这边生活工作 说实话 虽然气候有点让人受不了啊 极端天气 因为武汉呢 你说他是北方 可以说是北方 就是北方的最南边 南边的最北方 就不南不北的样子 所以才会造成这种极端天气